好 体坛焦点则是要带你来关心 世界12强棒球赛的B组预赛 中华队今天将会迎战澳洲 要力拼晋级四场的门票 而今天晚上中华队将推派郭俊玲先发 而澳洲队则是派出了纽伯恩迎战 而以目前的战况分析 如果中华队成功打败了澳洲 同时日本也击败了古巴 台日就可以攜手闯入东京的复赛 但是如果输给了澳洲 中华队就必须要拿下古巴 而且还得盼望澳洲要输给南韩 才不会丧失了分组的成绩优势 世界12强棒球赛 台日大战中华队1比3 习败日本目前战绩 两胜一败排在分组第二 周日晚间关键一战将会对上澳洲队 力拼晋级四场门票 这几年我们对澳洲成绩赢多输少了 击败澳洲队机率很高 而且有别于过去投手就要撑了好几局 没有投手教练的搭配非常棒 一有状况马上换 但是我们也不能小觑 他们今年阵容当中 其实跟去年经典赛大同小异 经典赛他们还击败过 韩国的一军的国家队 看看中华队竞技剧本 以目前B组态势来看 如果成功打败澳洲队 战机是三胜一赴 而如果日本队也同时击败古巴队 台日将会攜手闯入东京负载 但要是中华队输给了澳洲队 就必须要拿下古巴 还得盼望澳洲输给南韩 才不会丧失分组的成绩优势 而在这场关键战役 中华队退派郭骏林为先发投手 防御率4.74 而澳洲队则是派出纽伯恩迎战 防御率是3.15 但有民众发现 这次澳洲队的赛程 第一场飞日本打完 再飞到台湾 晚上跟台湾比完 隔天中午又再跟韩国比 直呼其实挺血汗的 你没有办法每一个比赛都让每一个国家队都觉得很舒服 澳洲里面都很多美国职棒小联盟球员 这种移动方式对他们来讲也不是问题点的 不少网友也想起去年经典赛时 中华队也经历过恐怖赛程 直言这一次中华队终于有主场优势了 台澳之战晋级关键倒数 期盼中华队再墙下胜利 前进都不惊 记者综合帮我走